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的视频讲到习近平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陷阱 叫新毛泽东陷阱,因为他高度集权 而且装横跋扈,只让唱战歌,不让提意见 造成决策失误越来越多,造成国内外的敌人越来越多 最后他就一定会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之下脆断式的垮台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陷阱是谁给他挖的 有三个主要的挖井人,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本人 当然了,他自己是不会主动的有意识的给自己挖陷阱的 他本来想的是开出一条道路来,但是开路的方向搞错了 他是往集权和独裁的方向去用力 这就等于你是往地底下去挖,挖着挖着就变成了一个坑 坑挖得太深了,最后就变成了陷阱 第二个挖井人就是王岐山 选择性的反腐就是王岐山给习近平再挖陷阱 不错,选择性的反腐是帮习近平打倒了一批政敌 但是也给他制造了更多的敌人 而且这个反腐运动展开之后 官员不仅是不敢公开的反对习近平了 甚至是连正常的意见建议也不敢提了 因为他们一提意见建议,那就是妄议中央 就有可能被反腐,而中共的官员个个都贪腐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造成了现在体制内万马其鹰的这种局面 我在一平快评的第52期里面已经讲过王岐山了 他这个反腐运动的主帅本人也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家伙 大贪污犯,今天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主要是讲第三个挖井人,他就是王沪宁 王沪宁是知识分子出生,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他就在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了 三十出头就当了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后来还当了法学院院长,后来在四十岁的那一年 他就被江泽民提拔到中南海去当官 去当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的组长 98年的时候他当上了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胡锦涛上台的那一年 他当上了政主任,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 他就成为了政治局的这个委员 2017年的时候更上一层楼,进了政治局 成为七个常委之一,进入了中共的权力核心 他的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在为数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里面 他是官当的最大的一个 那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学问做得特别好 特别厉害呢?绝对不是 他在从政之前确实是搞过学问,还写过几本书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创建 并没有什么独树一帜的理论 那么为什么他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官场 都这么顺风顺水呢?那是因为他和其他的 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 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 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那些知识分子 多多少少的都带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色彩 他们当时是这个思想启蒙的这个时代 那些人都学习了西方的这个政治理论 然后他们就拿这些理论来批判中国的 这个马列主义批判专制主义,王沪宁就不一样了 他是比较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理论之后 他用这些西方的方法概念去批判宪政民主 同时用这些方法概念去包装马列主义,包装专制主义 他在美国做过两年的访问学者 回来之后就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做《美国反对美国》 说民主的这个制度如何造成了内斗不断,效率低下 如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还是专制搞得好 当然了他这种论调就深得领导的欢心 无论这个领导是学术界的还是政界的,他们都喜欢这个论调 当时王沪宁所在的这一派叫做新权威主义 他们就是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民主就乱了 中国需要有一个政治强人领导大家进行开明专制 领导大家走向中华民族复兴,咱们复兴了之后再谈民主 这一派在八十年代末期并不是很受欢迎的 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派别,而且王沪宁在这一派里面 都算不上是领军人物,有比他影响力更大的 比如说在南方有萧公秦,在北方有吴家祥和张炳九 那么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得到中共的赏识呢? 因为那些人有两个死穴,第一个就是他们个性张扬,形势高调 这种性格的人在中共官场那是绝对吃不开的 因为你太高调了,太张扬了,那就会抢领导的风头 中共高层领导他们都是喜欢谨小慎微,低眉顺眼的那些人 在他们眼里那就是沉稳,那就是牢靠 而王沪宁恰恰好就是有这种性格的人 大家看一看他从来都是炼如死灰,表情麻木 正是靠着这种性格他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赏识 而另外那些知识分子他们还有第二个死穴 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本来大家说得好好的 这个新权威主义是要拥护开明专制的,拥护政治强人的 结果八九年民主运动一兴起,那些人就把自己的理论 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转而去支持民主运动了 比如说吴家祥、张炳九他们经不起考验 在这个运动当中还非常的活跃 还担当了一定程度的领导的角色 但是王沪宁他的立场就很坚定,公开的反对民运 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市当市委书记 要整顿当时上海的一个自由派的大本营 叫做世界经济导报报社 他当时也召集了一大批上海的知识分子 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整顿这个报社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反对整顿的,只有王沪宁是坚决支持 要把这个世界经济导报给停办了 就凭这一点他就给江泽民、给曾庆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觉得这个人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 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他了解了西方的民主理论 也见识过西方的民主实践 回到中国之后居然还说还是专制好 这就是体验了自由之后他还是喜欢当奴隶 吃过饭之后还是喜欢吃死 那这种人他难道不是百年一见的这种奇才吗 所以说八九年之后吴家祥、张炳九这些人都被抓去坐牢了 王沪宁一路高升,飞黄腾达 那现在有很多海外的媒体、自媒体 他们都说王沪宁是江泽民派系的人 这完全是瞎猜 不错,江泽民是把他从学术界带到了政坛 把他从复旦大学调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 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呢 虽然名义上是中共的最高智囊机构 但是江泽民从来他都认为自己是天重英才 再说他身边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曾庆红 所以根本不需要王沪宁这种文弱书生来帮他出主意 那他要这个文弱书生有啥用呢?还是有用的 因为江泽民、曾庆红这些人 他们都是理工科出身的 对于社会科学是不太懂的 有一些政策、有一些想法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表达 所以说他们想找一个人来帮他们进行理论上的包装 比如说江泽民他想把这个知识分子、把资本家都吸收进中共 扩大中共的这个统治基础 王沪宁就给他包装了一下 包装成三个代表的理论 王沪宁也不是胡锦涛的人 虽然他也帮胡锦涛包装过一个所谓的科学发展观 有不少的媒体说这个王沪宁是三代帝师 三代皇帝的老师,非常的牛 这真是太抬高王沪宁了 那至少是在江泽民、胡锦涛的那个时代 他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帝师 他就是一个理论包装工 他的绝活就是把一些这个简单的政治意图 是是而非的一些政治观念、一些政策 用一套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概念把它表达出来 江泽民、胡锦涛并没有把他当成国师 因为没有他的包装 江泽民、胡锦涛的政策是照样要推行的 那就像邓小平,没人跟他搞理论包装 他只有土的吊渣的白猫黑猫论 那不是也指导了40年的中共的改革开放吗? 所以说王沪宁他不是江泽民的人 那王沪宁是谁的人呢? 谁是他的老板,他就跟谁干活 谁给他官当,他就给谁卖力气 而让他当上最大的官的就是习近平 那2012年的时候习近平当了总书记 王沪宁就当上了政治局的委员 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又把他提拔到政治局常委里面 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 所以说他为习近平工作是最卖力 也只有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 王沪宁才真正的成为了中共的智囊 才真正的当上了国师 要说感激,他最感激的应当是习近平 而且他在习近平身上还看到了实践 他这个年轻的时候理论 就是那个新权威主义理论的这种希望 因为习近平他这个人对于权力 有非常强烈的欲望 不满足于当时的 他刚刚上台的时候的那种寡头共治的那种局面 他一定要大权独揽 在王沪宁看来,习近平就是他理想中的强人 就是他要辅佐的对象 而且习近平他还真是需要王沪宁这种角色 因为习近平他是这个陕北黄土高坡上面 这个土生土长的愣头青,胆子大 敢于认识这是他的这个优点 但是他有明显的弱点就是智力不足,见识不足 所以说他需要王沪宁这种人来帮他 王沪宁为了报答他的知欲知恩 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竭尽全力了 首先他是帮习近平树立伟大领袖的形象 为了让习近平显得很博学 他就在习近平的稿子里面 经常加一长串一长串的书单 为了让习近平显得很威武 让全国人民佩服爱戴 他就在全国各地树立习近平的巨幅画像 而且他还动用他的领导的宣传机构 出版习近平的书籍,编撰习近平的语录 而且他还三番五次的强调 必须得定义一尊,不得妄议中央 所以在过去短短几年当中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风就挂遍了全中国 王沪宁是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的 如果是把习近平比作是希特勒的话 那么王沪宁就是戈培尔 而且在很多的内政外交上面 他还帮习近平出谋划策 比如说镇压新疆穆斯林的政策 比如说监控互联网的政策 还有熊安新区的所谓千连大计 还有南海扩军,还有一带一路 这些政策有的是习近平提出一个粗略的想法 然后由王沪宁率领着他的中央政策研究室 来进行一番论证,来进行细节上的完善 那有一些就是王沪宁自己提出来的 然后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 为了帮习近平搞集权,为了树立习近平的权威 王沪宁非常卖力,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他越卖力帮习近平给习近平挖的陷阱就越大 习近平的处境就越艰难 习近平党内的政敌就越多 习近平在国际上就越加孤立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王沪宁他虽然是在政治学理论方面有知识 但是他光有知识没有良知 会搞理论但是缺乏远见 你否定了自由民主这些已经通行于全球的普世价值 这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啊 你这种人充其量就只能当个像陈伯达、姚文元这种文胆 但是现在习近平却把他当成了国师、当成了智囊 那最后一定会掉进这个陷阱 一定会被历史埋葬 在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 王沪宁算是一个艺术 因为他没有家族的背景也没有依靠派系 居然就能够进入中共的权力核心 在中共的官场当中他也算是一个艺术 因为他既不贪财也不太好色 北京的官场都知道王沪宁这个人 几乎不与其他任何的官员有私下的结交的 这就说明他比较清廉 因为要贪污受贿的人一定是要广结人脉的 他也不太好色 从小身体就不太好 进了中南海之后虽然得到了全世界一流的保健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健康起来 没能强壮起来 所以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那种气血两虚元气不足的人 想好色估计身体也没有本钱 中共绝大多数的贪官是非常好色的 尤其是进了政治局之后 简直就像是老鼠掉进了米缸 因为那地方有无数的美女 去供他们随意的玩弄凌辱 北京政治圈的人都说 中共高官有一个后宫两个妓院 一个后宫就是中央电视台 那里的美女不仅仅是漂亮 而且还能歌善舞或者是能说会道 所以中共高官要想选情妇 一般都会去那里 比如说江泽民就是在那个地方挑选了宋祖英 周永康就是在那个地方挑选了叶银村 那两个妓院在哪里呢? 一个是在人民大会堂 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虽然没什么才艺 但是绝对年轻漂亮 中共高官在这个开会的场合 或者是在办公的时候 带一个美女进休息时迎乐一下 那是经常有的事情 当然了你也要够级别才能这么干 至少是要进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才有这个资格 人民大会堂呢不是中共高官 政治局官员每天办公的地方 每天办公的地方是在中南海 如果哪一个高官一时兴起想要发泄 那从中南海跑到人民大会堂 还有一段的距离相当不方便 所以说他们还把另外一个地方也变成了妓院 那就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处就在中南海里面 服务员全部都是面目交好身材一流的年轻的女孩子 而且都是受过训练的 都是准备着随时给中央首长玩乐的 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 有三公六院有九池入林 跟他们比起来中共的奢侈淫乐的程度 一点都不逊色 但是咱们扯远了,言归正传继续介绍王沪霖 王沪霖她是离过两次婚的 第一任的太太是她的同学 九十年代的时候她们就离婚了 第二任的太太是她的学生 后来又离了 当然了,离婚的原因应当是跟她的身体状况有关 所以她后来当了十年的官夫 到了2014年的时候她突然又结婚了 那个时候王沪霖已经是政治局的委员了 而她太太正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处的服务员 虽然当时她只有29岁,比王沪霖小30岁 但是已经在那个地方为中央首长服务十多年了 他们结婚的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整个中共中央都非常的惊讶 整个北京的官场都非常惊讶 那王沪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用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王沪霖因为体弱多病 真的需要一个女人照顾她的生活 而那位服务员是经常照顾她的,是非常的贴心 王沪霖娶娶她等于是为她赎身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那就说明王沪霖这个人还没有坏到极点 还有一些人性的赏光点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王沪霖 她娶这个服务员是为了了解 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这个性格爱好 包括最隐秘的那一部分的性格爱好 那这样就可以帮助习近平来震慑群雄一统天下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我们不能不说王沪霖这个人 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为了帮习近平集权 真是够拼的 当然了,他拼不要紧,他出的这个主意越多 习近平的麻烦就越大,中共的倒台就越快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现在邓小平还在执政 还在搞韬光养晦的那一套,那美国会跟中共为敌吗? 如果江泽民还在执政,还在闷声发大财 那中共内部不是非常的团结吗? 如果这个胡锦涛还在执政,还在老老实实不折腾 那全世界会联合起来围攻中共吗? 如果按照中共过去的那一套继续搞下去,我估计他们再坚持个十年 都有可能,幸好习近平上台了 幸好王岐山,王沪霖这些人都来帮习近平,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中共才犯了这么多的错,中共的寿命才有可能提前结束 现在时机已经快到了,所以希望体制内外的有志之士 大家赶紧做好迎接颜色革命的准备,赶紧做好接盘的准备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想继续讨论的朋友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新朋友请按订阅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